Hello 大家好 我是被鱼蛙的龙哥 今天我们还在鱼场里面 天气还是很热 但是我们今天到后面再逛一下 后面有一些比较漂亮的小鱼 它是我们上次在野外做的斗鱼 但是它不是中国的斗鱼 它是在泰国里面过来这边的斗鱼 这叫鱼场里面的一个老板干出来的 我们现在马上带大家去看一下 好了 我们进去了 先看看这个外形也不是很大 看一下 先看一下鱼吧 这条是西洋军 这条是蓝色的 它们是一个一个西洋军牙的 像我们那段视频一样 它一个一个西洋军牙的漂亮 看一下它 看一下它 哇 蛮漂亮的 这个打开看一下它们可以打架 哇 它们展示了 这个是蛮漂亮的 不知道老板是卖多少钱一条 老板这些豆鱼多少钱一条 哪一条 一般般的那些吧 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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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板说这些豆鱼几十块到一块一块不等 要看哪一条 好 我们看一下 继续拖鱼 继续拖鱼 好多啊 继续拖鱼 好多啊 继续拖鱼 老板说 现在不是 还没到时候 到时候 对 进一杯 新波波 可以拿的话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哇 这一条也漂亮 拿个电筒看一下 这个可能是要一百块钱啊 老板能不能捞一条出来看一下 可以捞吧 好 老板说 可以啊 我们就捞一条出来看一下吧 好漂亮啊 这是小鱼刀 有喜欢泰国斗鱼的朋友吗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鱼就先看到这里吧 每次进鱼方都好多蚊子又好热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关注我 我是飞鱼湾的龙哥 带大家去看一下 普通的鱼 去寻找一下 普通的场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